一种宝藏植物蛇灭门 既能入药又能防蛇 毒蛇见了都得绕道跑 在农村地区 蛇在夏季和秋季非常活跃 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 它们经常偷偷隐藏在草地上 伺机而动 因此 当人们晚上在草地上散步时 一定要小心 毕竟 毒蛇的毒液是非常危险的 此外 在炎热的天气里 毒蛇会变得非常凶猛 这是它们咬人的伤口最深 释放的毒液最多 当人们在野外遇到蛇时 通常喜欢通过鸡鸡打草丛来赶走它们 或者直接打死它们 然而 对于进入房子的蛇 老一辈人却说不能杀死它们 否则会遭报应 或者是遭到蛇记仇报复 然而 这只是老一辈的迷信思想 没有科学依据 但对于蛇来 许多人生来就有恐惧感 为了防止毒蛇闯入家门 人们会喷洒熊黄蛆蛇 或在农村种植一些植物蛆蛇 在农村 就有一种宝藏植物蛇灭门 老农说它是毒蛇的克星 它能赶走蛇 毒蛇看到它们也得躲着走 蛇灭门真的那么强大吗 蛇灭门为什么能赶走毒蛇 视频开始前 请各位看官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两秒钟 强烈推荐并关注一下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有毒蛇和无毒蛇 世界上已知的蛇的品种 约有3425种 在我们中国 据说大约有241种 蛇一般可分为毒蛇和无毒蛇 许多人可能认为 三角形头部的蛇是毒蛇 无毒蛇通常是源头 事实上 这个概念是非常错误的 例如 金环蛇 银环蛇和曼巴蛇都是巨毒蛇 在中国常见的毒蛇 有莽山源头蛇 坚吻腹蛇 竹叶青 孟加拉眼镜蛇等 无毒蛇包括翠青蛇等 如果毒蛇出没在农家小院里 我们该怎么办呢 一位老农说 可以将蛇灭门种在院子里 毒蛇看到它们就会躲着走 毒蛇真的害怕蛇灭门这样的植物吗 蛇灭门这种植物 它的学名肯定不是这个 只是因为它有很好的防蛇和蛇效果 所以古人对它的一种俗称 在有些地方也叫它野绝名 野扁豆 金豆子 狗屎豆 凤凰草和旺江南等 据估计 许多南方人都听说过旺江南这个名字 在许多人的院子和花园里 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植物 旺江南是一年生豆科草本植物 它的植物很高 可以长到很高二花而成金黄色 有点像菊花 香气浓郁 它的果实成豆甲状 看起来像豆子 种子也像豆子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一些地方称之为野生扁豆 旺江南是一种具有魔力的植物 它只有在毒蛇出现的季节才会开花 而且它还有强烈的香味 我们人类闻起来很清爽 但毒蛇很害怕 只要闻到这种气味 它们就会逃跑 此外 当毒蛇冬眠时 旺江南的气味逐渐消失 并在11月和2月枯萎死亡 古人早就发现了这种草的驱蛇功能 古今密院里记录 院子里种满了臭草 蛇 昆虫和蚂蚁 蚂蚁飞走去治疗无名的肿胀毒药 将新鲜草涂抹在外面 并立即清除 这里的臭草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蛇灭门 过去 许多山区农民喜欢在屋前屋后种植几种植物 尤其是一些从事养殖的农民 它们会在养殖场周围的长江以南地区 特别种植植物 不仅是为了观赏 而且是为了防止蛇 避免对人和动物造成伤害 此外 这种草药还可以治疗蛇毒 它可以口服或外用 在古代 捕蛇者会随身携带它 以及雄黄和五菱之制成的解药丸 以备不时之需 效果优于七叶一枝花 半边脸等蛇药 同时 蛇面门还可以治疗一些疑难杂症 比如胃痛 中医药取根据记录 这种草药可以增强胃和肠道 治疗消化性溃疡 胃食二指肠溃疡等 蛇面门也是一种常用的中草药 用于治疗蛇伤 无名肿痛 胃病和高血压 因为蛇面门的叶柄底部 有一个紫红色的线体 夏季秋开花 金光灿灿正盛开 它给人一种非同寻常的美感 因此它有金爆和凤凰花草的美称 也可以用作观赏花 但很少有人知道蛇面门在饮食文化中 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方法 是用它的种子代替咖啡 而且价格也很高 过去 人们经常将蛇面门的种子 混合到咖啡中 磨碎后作为咖啡出售 但由于蛇面门的种子中不含咖啡因 咖啡自然无法提神 此外 蛇面门的嫩叶也可以作为野菜食用 这在明代很有名 旧荒本草蛇面门也被列入了这本书 这种植物的嫩叶 豆芽和花朵可以食用 马来西亚 西兰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它非常适合油炸 冷拌 腌制或制汤 然而 应该注意的是 虽然蛇面门可以作为一种野生蔬菜食用 但它的毒性很小 而且花 精和种子都有毒 此外 剂量很难掌握 不同的人表现也不同 因此 建议您不要轻易食用 所以蛇面门种植容易吗 蛇面门其实它是一种 生命力很强的植物 对土壤要求不严格 酸性 中性或石灰石属于碱性土壤 例如 可以在土壤上生长一些石头堆 荒地和路边的田野可以生长 该植物系温暖湿润的气候 但具有一定的抗寒性 抗旱性和耐极薄性 不耐水和潮湿 根系发达 发芽力强 蛇面门种子萌发的适宜温度 为25至30摄氏度 15在摄氏度下发芽缓慢 30至35在摄氏度下发芽最快 但又芽薄而脆弱 适宜经夜生长的白天温度 为23至30夜间摄氏度15至18摄氏度以上 35摄氏度或以下15在摄氏度下生长缓慢 白天是幼瓜生长的适宜温度 25至30夜间摄氏度15在约摄氏度时 蛇面门属于日照较短的作物 对光照的要求不太严格 最适合中等强度的光照条件 生长良好 每一天12在短日照条件下 雌性节数增加较早 减少 晚春核夏季过强的光照也不利于生长发育 容易引起植物伪念 核病毒病 蛇面门根系发达 抗旱性强 然而 由于叶片大 蒸腾作用强 它需要吸收大量水分 在幼瓜膨大过程中可及时浇水 以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 信息技术没有病虫害 它可以在没有施肥和浇水的情况下 茁壮成长 虽然它是一年生草本植物 但开花时会结果实 果实会落在地下 第二年再次生长 因此 它非常容易种植 在南方蛇面门播种季节 在3月和4月 而北部地区则稍晚 播种也可以在5月和6月进行 事实上 只要温度达到15 它能在摄氏度下萌发 但在低温下萌发速度很慢 当温度达到30至35 在摄氏度下 蛇面门种子发芽率最高 由于这段时间日照时间长 太阳很热 所以播种后 尤其是幼苗生长后 仍需经常浇水 并尽量保护幼苗 不受阴凉影响 蛇面门 它不仅可以种植在院子里 也是核盆栽 这种植物有高大的枝叶 和艳丽的花朵 但它很难修剪 如果你想把它 作为盆栽植物种植 适当修剪 可以改善它的美丽 对于一些在农村 从事种植和养殖的朋友来说 如果他们担心 毒蛇的存在 他们可以在周围 种植几种植物蛇面门 它的花期 正好在毒蛇出现的时候 可以持续到年底 这不仅可以美化庭院环境 还可以赶走毒蛇 防止人和动物被咬伤 一件双雕是件好事 关键的一点是 它非常方便种植 可以顽强生长 无需太多照顾 事实上 蛇面门不仅是一种 可以在农村地区防止蛇的植物 而且是一种 叫做凤仙花的植物 可以染指甲 至于凤仙花 为什么能防止蛇 民间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它会分泌一种 特殊的香味 而毒蛇的嗅觉非常灵敏 当它们闻到香味时 就会逃跑 另一种说法是 凤仙花的根部 会分泌一种类似硫磺的物质 因为硫磺有刺鼻的气味 蛇对刺鼻的气味很敏感 凤仙花对蛇的预防 仍然有一定的作用 这是新白娘子传奇人们 中间也有端午节 除午毒 撒硫磺的习俗 所以蛇害怕这种物质 不敢靠近 此外蛇倒退 蛇倒退它是一种地道的本土植物 也被称为扛板龟或拦路虎 该植物的野生资源十分稀缺 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部 包括贵州省 云南省 广西省等地 从外观上看 蛇倒退属于藤本植物 它的树枝又细又长 有很强的柔韧性 可以延伸到3到4米的距离 它的叶子呈三角形 坚硬 成绿色 它看起来像一个绿色的烙铁头 最奇怪的是 蛇倒退身上长满了浓密的小刺 这些小刺又肩又硬 如果你不注意 你很容易被它们刺伤 正是因为这个特点 蛇倒退成了毒蛇毒兽的克星 只要蛇看到蛇倒退的踪迹 那些毒蛇猛兽 就像遇到对手一样 仓皇失措地逃跑了 看到这些令毒蛇害怕的植物 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呢 各位朋友们 你们认识这些植物吗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点击关注长按点赞三秒 会有惊喜发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